好,我看大家还在讨厌自己 是我的问题了 因为昨天晚上在吉隆国讲课的时候 我们的专业就跟我说 平常时你会讲Binary 我实际上都有讲 原来我一直都在吉隆国讲 我忘记了,我太久留下来 所以大家都对我的Binary有点要求 今天早上我就特地扣上一张图 我就跟大家解释说 今天晚上我会特地完全跟大家解释 全部叫Binary的一些细节 所有的精神 在开始之前可以让我知道 谁是第一次听我讲课的吗 可以解答给你们看哪里 1,2,3,4,5,6,7,谢谢 那谁是从来没有交易过的有吗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好,谢谢 第一次听我讲课的人比没有交易过的人还要少 大家都没交易过 那你们为什么鼓起东西会走进入教室里面 是谁把人骗来的 新加坡 新加坡 是新闻的问题 是马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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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你们骗进来了 那等一下稍后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个趋势 那这样可能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那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讲 是不是很严重的事情 那对我而言 我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但是对我而言 不危险东西 所以危机就所谓伤机 所以然后后面会稍后跟大家解释一些趋势 跟大家分析说到底未来的一些趋势 所以我们是严重的事情 赶出来 因为我们讲课讲久了 之后对自己讲课有要求 所以如果讲课讲不满意回去 我是睡不着的 所以说刚才我又严重的事情赶了 所以刚才我看了之后 我已经知道我早睡不着了 所以刚刚好今天晚上可以去赶势 那今天晚上我们先来正式学习 是怎么样去了解说 我们怎么样从期权的角度当中 来去做一些投资 那大家说今天对于说 你没有投资过也好 那你投资过也罢 那无论你有投资过 没投资过 其实今天所学的东西 对你们来讲说是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可以掌握的东西 ok 所以在那边跟大家说上大家 几句话 就是说 简单事情重复做 重复的事情用心做 外贵其实可以很简单 比如说其实你们投资到 到路到处 其实可以把这整个东西 变成很简单 其实你不需要去管劳当地 投资是否很难 那这种东西 我把你学完了之后 明天开始 你就也可以掌握 怎么去做了 就是说 你要怎么把它做到最好 这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要多练习吧 ok 所以今天我会由我开始跟大家 做更多一些小小分享 那我先自我介绍 那我本身叫Kinsey 那我在2012年 第二语渡辑基大学 所以你们在 听我讲课当中 或者是有人 曾经有在网上 或者在大陆网上 听过我讲的话 你们发现说 我的专长是比较多 偏向于市场上的分析 ok 所以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美金 那我对于分析 也是有一定的一些喜好 喜好 所以说我特别喜欢分析一些 然后根据市场的话 来进行投资 ok 那我在2013年 出版了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会 但是很可惜 在请费的时候 我就决定已经把它提开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要在 2016年的时候 出版我第二本的新书 ok 那在2012年尾的时候 开始正式当上讲识 那 早前我跟大家 在座告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以前也是学习的 那以前我 我比较 跟大家比较不一样 那我相信大家 可能刚刚我们所谓 没上过的课 或者是没投资购回的人 可能还好 那你们可能 只是刚刚开始要 踏入去学习 那对于我而言 以前我在理大学之前 就是大学学习班之前 就是我妈妈给我的学费 我都拿去教习市场 所以我就教了很多很多的学费 ok 所以以前我们这样说 我们明南有首歌 叫什么 我妈妈帮我听 所以以前我没人唱首歌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市场大多是省还是点 你问天天不一 问地地不灵 你求大贝公大贝公 你会不会回你 所以市场上做很多一些 经验的累积 所以我累积了这七年的经验之后 那我其实在 这过去当中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经验的累积 把它写上的这本书 所以你们在 像在大部分初 可以看到这本书 所以这本书叫 老时代货币期付交易法 我就把我这七年的经验 累积成七套的交易法 叫你们怎么样 去一步一步的 然后就把它达到 你们的一些目标 所以说 里面基本上这本书 是属于比较 基本的 比较初级的 那明年那本书 是比较偏向于成型的 所以希望我在 这两三个月的时候 可以顺利的把它给完成了 因为这本书 都是自己要去写出来 自己要去编排的 所以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所以希望我明年可以顺利出版 那如果我们没有 购买这本书的话 我们可以去到处书去买 如果我们到处书去找不到的话 那我们旁边 可以跟我们的律师小姐去 购买这本书 这本书对你们来讲说 是一个 入门你们必备的一本书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知识 心态跟一些对于市场上的了解 会在里面 所以以后我所讲的一些课程当中 其实里面一些细节都会包含在书里面 所以随时都会用到在书里面那些内容 那今天我们来谈 我们来谈到 期权 所以早前不可能实际上都听我讲的 就是所谓的外汇 那外汇跟期权有什么一些差别呢 首先我们来谈什么是期权 一般上我们投资在外汇市场上 其实有三大种类 第一种 我把数据叫money change 就是说今天你要多少钱的码币 你要多少钱的信息去换 所以之类的 也就是说你要到北京 你要拿多少码币去换 所以用是一对一的兑换 就是看当时的贵运有多少 你就以多少的贵运去做一个兑换 所以用来实体交易 那实体交易有什么差别呢 主要第一点就是属于成本 第二点就是属于没有杠杆 什么叫没有杠杆呢 简单来讲就是举个例子 那第二种投资 我们把它属于指数 指数 或者我们把它属于什么叫index 所以这种东西 它们是有所谓的杠杆在背后 什么是杠杆呢 简单来讲 杠杆就很像一边放大镜 就是说你钱放进来之后 会被放大镜百倍 可能是一百倍 可能是两百倍 好 我举个例子 假设今天我需要一百千的美金的话 那我需要拿四百千的马币去换 好 最后要实体交易 就是直接对话 没有杠杆跟操作 好 那如果今天我把这个东西放在 次数市场的话 就不一样了 OK 今天我四百千的马币成本 我可以存上一百倍 所以当我存上一百倍了之后 其实我只需要四千块马币的投资 我就可以做到相等价值的一个投资 这样可以来解吗 所以这两个东西背后到底什么差别呢 答案就是这两个东西都是一样 都是投资未来前景 一个国家的前景 一个国家的未来 只是说 一个你买的是实体的 这个所谓的东西叫钱 OK 所以在马币钱的话 是实体的一个钱 做一个媒介 而你在指数上的话 你是买一张单 是买一个order 所以你买到order之后 你买的是希望未来 预期说马币会可能变质 那美金可能会继续增值 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所以投资都是一个看未来前景的好的 好 那我们谈binary option binary option 或者我可以把它输成为一种叫期权 那又或者是一般像 你们可能听过的什么叫期货 好 你听过什么叫远期期货吗 没听过 好 那简单来讲说 今天假设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出国商 那像我讲说 我可能出口中油到中国 到中国去生产可能是市场面 可能是市场肥皂等等 好 那今天我在三个月之前 我就开始出国了这批货 好 那从这里去到中国的话 可能需要两个月半 ok sorry 可能需要三个月半 但是在三个月之前 我已经跟中国的进口商已经dued了 ok 也就是说今天一块钱的人民币 sorry 一块钱马币可以换成 大概是2.5的人民币 但是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 传统开到公开了 ok 突然间中国这样子一样 准到马币股胆的暴跌 人民币 可能没理很多 ok 我举个例子 好 1200我现在给到1.6了 好 那这样子请问是出口商赚钱 还是 sorry 请问是出口商亏钱 还是进口商亏钱 hello 你们还在吗 你们还在吗 啊 你们还在走开 ok 问题是这样子 今天如果马来西亚的出口商出口或到中国 ok 出口之前 一块钱的马币兑换 对换去中国人民币是2.5 但是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 因为中国将其这样子得马币贬值了之后 现在兑换率去到1.6的 那请问是出口商亏钱还是进口商亏钱 进口商 进口商 对不对 ok 答案是出口商 是出口商亏钱 是出口商亏钱 为什么 因为以前折换是2.5嘛 现在变成1.6的 所以我收到的钱是多少少 少 所以是出口商亏钱 好 那今天出口商亏钱的话 他不会讲说 哎 现在马币贬值了 你不要去的 要去中国 转去菲律宾 菲律宾当好需要货 马上从公海转去菲律宾 可能吗 不太可能 因为货你出来就是一定要住的 ok 那他可以怎么做呢 他就会在金融延伸市场当中 去做进行叫对筹 或者我们把数据叫Hedging ok 所以他就利用金融延伸品 例如Forex Forex 或者是属于Binary Option 或者是属于Future ok 所以他会买这样子的一种 期货期权等等 来买说 未来的马币一到两个月 可能会贬值多少 ok 所以未来他可能在政治上上亏钱 但是我在原则上那中赚钱 所以就是以原则上赚的钱 来抵消我政治上上亏的钱 所以这样可以了解吗 所以通常期货会用在这样子的一种期货 而今天我们所用的Binary 基本上 它是属于一种期权 期权跟远期的有点不一样 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 不会用在 大型企业 未来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 它掉了多点之后 你就赚多少钱 对不对 但是这过程当中有交费期吗 但是 没有 但是今天你在万贵期权的话 你有吗 你有 你觉得说未来一个小时它会掉 你买一个小时之后 一个小时之后 只要它掉你就赚钱 它涨你就 亏钱 所以它时间比较短 所以它是短型的 什么叫期权 所以 它的差别就是属于任由交购期 所以 像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 Orient的Binary 最大差别就是 因为它有交购期 好 那再来看说 Binary Option有什么好处呢 OK Binary Option的唯一好处 就是说 今天你睡醒了之后 绝对不会睡回去 为什么 不会爆场 好 像星期的时候有戒指过吗 市场上突然大起大落 OK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叫手别人 所以说 乌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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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彼此 最近玩花得玩多了 那 Binary Option基本上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基本上你不容易会爆场 OK 结果我投资了多少钱 那这样单子 亏了之后 就亏了自己钱 所以投资办公室有三种结果 一 赚钱 二 亏钱 三 回本 所以在外汇投资不一样 外汇投资有三种 第一种爆赚 第二种 第三种 爆场 OK 所以就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 唯一的类的差别 那 通常Binary Option 他们 我第一番就是说 今天你们可以竞争起大风大 OK 所以 当时讲说 他会有一个不好的好处就是什么 时间你要打拼得对 你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 就完蛋了 你在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 可能你还有钱赚了 那Binary Option 既然进了一张单子之后 那他会倒数一个时间 举个例子 可能三分钟 可能十分钟 可能十五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他就只能被关 那讲说今天时间已经在跑着的时候 你是绝对不会把这张单子给 关掉 这样没了解吗 所以我来看说 怎么去操作 Binary Option 好 听得到我声音吗 OK吗 OK 好 那我活动有点不熟 所以我的声音如果有走音的话 千万不要嘲笑 OK 好 那今天我声音真的有点怪了 OK 好 那再来看我们怎么看 怎么去了解Binary Option Binary Option基本上我们操作是非常简单 但是Binary Option跟Forex有点不一样 是说Binary Option它没有所谓的Demo OK 它只有所谓的Live OK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们如果要 会来交易2.7全的话 你们一定要拼着底下这四个set 这四个set 第一个就是你们可以在一线Trader开户口 然后开设了户口之后 可以登录你们的Binary Option 然后配合次列简单 OK 上来看 这个是所谓的一些官方网站 它就是说你可以进到一线Trader.com 然后可以在上方找到一个Binary Option 按进去了之后 它就长这个模样 OK 所以要怎么进呢 很简单 上方这个是所谓的 这个叫密码 这个叫Location ID 就是你们进场的ID 就是可能666什么号码 所以这叫正式无果的Live Account ID 下面这个叫你们的密码 所以根据你们的ID跟你们的密码 进场了之后 它就会长这个样子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选 要怎么去利用你们的Binary Option赚钱呢 首先先了解它的Binary Option是怎么去用 OK 那首先我们来看1号 1号欧元对美金 所以这指的是simple OK 一般上你们交易会有很多组货币 例如欧元美金啊 银帮美金啊 美金肯元啊 紐币美金啊 王金肯定等等 所以它大概会有好多组在里面 OK 但是它不会有一组货币在里面 那叫cross currency 什么cross currency 一般上如果背后有美金的 这叫major currency OK 就是主要货币 例如欧元美金 纽币美金啊 黄金美金啊 美金日元 所以我美金在里面的这种叫主要货币 OK cross currency 指的是说 银币 银币美金 银币日元 欧元 澳币等等 所以这种没有美金在里面的这种叫交叉货币 OK 好 交叉货币的水钱比较高 所以你比较难在 在bine option里面可以看得到 因为broker赚什么 赚水钱 所以说今天他水钱比较高的话 今天我把它放在里面 那可能我就有利可图的 所以我就没钱赚 所以他们通常会把所谓的交叉盘放在里面 那第二点我跟他说叫duration 什么叫duration呢 刚刚讲过说bine option有什么 bine option有所谓的时间 有所谓的交流行 所以我们bine option投资的时间点 他只有固定的几个bine 第一个是1分钟 第二个5分钟 第三个15分钟 第四个13分钟 第五个1分钟 所以就这5个chart 假如我要买一个月可以吗 其实可以 但是我们不鼓励你做 所以我们没开放 为什么呢 因为简单讲说 我们bine option跟forex有点点不一样 我们在forex我们怎么抓紧呢 在forex基本上我们是以点差证的手数来抓紧 在forex我们在bine option有点不一样 帮我看一下里面 那我们来看说 现在我们来看看 帮你了解一下 我们bine option跟forex 怎么样去算赚跟亏呢 那我就直接这样子来做一个小小的比较 好 BO跟forex ok 现在我们来看 一般上我们以前在forex怎么赚钱呢 ok 好我举个例子 现在这个叫欧元对美金 UR USD ok 这是欧元对美金的报价 就是一块钱欧元 一块多少块钱呢 美金 ok 那假设现在报价在1.13000 ok 所以我们报价是小数点之后的五位数 ok 那怎么算呢 基本上我外费赚亏 我们是以所谓的pips乘上volume 来算赚亏 ok 好简单讲说 什么叫pips呢 简单讲说 取个例子 现在我觉得欧元对美金会掉 那我做一张卖单 ok 他真的掉到了1.12800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赚了200点的差价 怎么算呢 我从小数点的第五位数开始算起 ok 所以这是我们在外费里面的算法 ok 所以外费你会赚多少钱 会贵多少钱呢 简单讲就是以你的点差 存在你的手数而定 ok 那像012点差怎么算 ok 那几个例子同样 假设它相反和往上涨的话 从1.13000 涨到1.13200 那也一样你是赚200点 ok 所以这是一个这样子的计算 很简单 那我们来看说 假设现在我们来看你的手数怎么计算 这样外费手数 我们大概是以最小达到0.01手 0.01lot来算 ok 0.01手的意思是 上下一点是1每分 ok 那再来我们再以更大10倍0.1 现在的上下一点是1块钱美金 再来一手的话 代表说上下一点是1块钱美金 也就是说 今天可能我们都赚了200点 但是今天会根据你的手数来做调解 所以你的回酬 会根据你的手数大跟小 来取决你的回酬多少 这样可以一下 这样清楚吗 好 但是我们来看 这班的option有点也不一样 ok 班的option跟forex有点也不一样 另外是 举个例子同样现在在欧元退美金 ok 现在你报价同样也在 1.13000 ok 我会输 那同样我觉得我认为他会掉 好 那我买了一张欧元退美金期权 那举个例子我可能买的 这个叫M30 ok 买了30分钟的期权 就是说未来30分钟 只要他掉我就赚钱 ok 他涨我就赚钱 所以最终会有生成三种结果 一种结果是 假设你觉得他会掉 这个是你的enterprise ok 所以你会有三种结果 假设他最后30分钟到了之后 他停在这个价位 ok 所以你的结果是break even 亏本 ok 那如果今天他低于这个价位 他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就代表说今天你是win 你赚钱 那如果他在这个价格之上 你就是认识 你就是亏钱 所以像他讲的 你就有三种结果 这样清楚吗 好 那像我们来看 他跟外贵有点不一样 是说 举个例子今天我做了一手 ok 我赚了200元 那我的回收多少 200美金 ok 但是在porex 在bind option 不一样是说 他是看你下一张单多少钱 ok 就是说你投资一入多少钱 ok 好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一张单 我做10块钱是美金 USD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下到10块钱之后 时间到了 他停在这个远点 那我怎么样 回本嘛 我就拿回10块钱USD 那如果今天我赚钱的怎么办 他给你10块钱的5钱 再加上可能74%的回酬 所以你会拿回17块4毛USD 这样给大家钱吧 ok 那如果他亏钱呢 很简单 一样亏10块钱 所以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你有1万块美金的话 你每一张单都下10块钱 你可能努力报场 不太容易 如果你可以报到你和我讲 不难 不简单 不容易不简单 为什么 因为你每一张单10块钱都可以 报场的话 大家说你要连出1000次 这样可以连出就是 所以这个很难做到 ok 你可以做到也是 非同幻想 所以你要告诉我ok 因为我们会跟自己的系统来做 你做buy 你不是做sell ok 这样我们看 buy option跟Forex 第一点的差别就是说 今天你看到的报价在这里 你进场之后 你的报价都会在这里 但是今天如果你在Forex的话 其实每一张单都会有个水钱 所以进场了之后 其实你的价格 会往上或者往下跳的 这个加上30点 它就会变成1330代的平址 所以这30点就是你所谓的水钱 所以你要先赚的水钱之后 你才会回本 而在Forex的选择 它不算 你进场了之后 它就会长这个样子 你看到吗 这边一条黄色线 黄色线就是你进场的Enterprise 只要在黄色线 就像我是做买单 如果在黄色线之上 你赚钱 黄色线之下 就亏钱 就这样你明白了 所以它只有三种结果 像我们来再看说 首先你明白了 这个所谓这个叫Simple 你明白了时间 时间它是只有那几个规定的 那今天我讲 为什么不给你们买一个小时 或者Electuring 不给你们买一个月呢 好 举个例子 今天你知道说 欧益的美金一未来一年会掉 它可能有机会掉一万点 那今天还掉一万点 跟你在投资Forex 跟投资Bine有关系吗 其实没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赚一点 所以它其实赚能够了解 因为你这边买价之后 上一点就亏钱 下一点就赚钱 所以说未来下一万点跟你没关系 所以 为什么我们不把时间放得比较长 所以如果长期来 可以赚一万点 为什么你不要在Forex投资就好呢 因为可以赚取一万点 这样的意思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设计 好 当然 这边有东西叫Core sorry 这边有东西叫Core 这边有东西叫Put 那这个叫Core Core叫我们 DrySuit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俗称叫Walk 或者叫Bine OK Put我们可以只称叫Short 或者叫Sell OK 所以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Pore 什么叫Pore 很简单 看镜头 这个镜头往上就叫Bine 镜头往下就叫Sell 所以很简单 OK 所以做单子是五张单 或者是一千块美金 也就是说假设每张单都下十块的话 我就说我只能做到五张单 OK 如果每张单都下两百五的话 我做到五张单吗 做不到 因为Maxible一千块 这样给大家几吗 OK 所以一般上我们要做单子的话 OK 我们要怎么做呢 今天举个例子 我觉得我要下100块 OK 我觉得它会涨 那我要先按了一个Core之后 我再按Vine 这张单才会Execute 才会进去 OK 然后前提是你要准备好 就是选择你要的时间 你觉得未来30分钟会长 你就要选择30分钟 你觉得未来5分钟会长 你就要选择5分钟 OK 再来调整你的机器人 选择你的方向之后 才按 OK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很担心是 因为像我们的电脑比较 比较敏感 为什么啊 它们是Touch screen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外面讲课的时候 很多人家都知道是Touch Touch下去进门就能按单 听到感觉的意思吗 所以说 你一定要先按了这个Core之后 才按Vine 不然你再一直Touch 他说你进很多张单 OK 再来第二点就是因为 有时候我们讲说 在家里啊 跟另外一半你会吵架 就是说跟你阿老吵 吵不然就用它按几张单 对不对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风险管理 OK 所以风险管理指的就是说 今天你最多只可以做到1000块 或者一张单 你做不到多 OK 所以你要做六张单的话 你要等到前面那张单 解决了之后 时间到了之后 那你才做一张新的单子 OK 所以就所有的一些 vary option的一些 简单一些操作 OK 所以对这个有什么疑问吗 都可以明白吗 都可以了解哦 OK 所以这比较简单 好 那先我们来学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让大家聊天的问题 就是说 一般是它跟Foreign有点不一样 在Foreign的话 通常是我们做一张单子之后 这单子如果你会品尝的话 它会在你那边附近 它可能赚钱 你可能亏钱 直到你把它关了之后 它就会品尝 OK 这次在vary option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今天你只要它 要涨到跌之后 你做一张单子之后 它马上会在你的后头先扣钱 举个人之后 我们都做250 250 250 所以它会直接在你不过先扣上1000 OK 所以最后 如果你赚钱 它会给回你250 加上10% OK 如果借你亏钱 它会给你一粒鸡蛋 就是0 OK 如果你回本 它就给回你250 这样子意思 OK 所以就是它那个这样子操作 好 像我们来看 二元七拳 基本上如果没有策略 它加赌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去云顶 比金山 比去金山还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去金山玩百家的话 你买大买小 它可以 不熟 那不是百家 买大小 不熟 那如果买大小的话 你买大买小 它可以开报纸 对不对 但是这边不一样 你买大买小 它不是赚就是亏 这样就是亏 它不会开报纸 所以它比一顶好一些 但是 如果今天你在二元七拳 对我而言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策略 没有一定的了解 最后只是亏 所以 投资二元七拳 跟投资里面 Forex的话有点不一样 OK 投资Forex基本上 你们要了解三大关键 一 基本面 二 技术面 第三 心态层面 对我而言 如果我们投资齐全的话 你们基本上只要了解两种层面 一 技术层面 二 心态层面 而这两种层面当中 哪有点重要 心态层面 你可以讲说 你技术也很厉害 但是你心态不对的话 最后你可能 连个代理都怎样 都赔回去了 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一些 心路历程 聊一段跟大家分享 OK 所以我们来看说 蓝鲜基本上 才有三大策略 会教给大家 教他怎么去应用 如果大家是新朋友的话 那只要更担心 之后 你们只要 这系统的话 只要跟你们 撞严打就好了 随时撞严打就拼你们来一个 所以跟他打就好了 所以他骗你来 他就对付着人 就跟他打就好了 所以这东西是免费的 基本上先给大家 聊什么要说 这个系统怎么去应用 所以这系统他叫蓝红系统 顾名是蓝跟红的 集合 看到蓝是深 看到红是掉 就这样点蓝 所以首先 必须跟大家解释 一般上 我们投资策略 在技术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分成两大类 一是场线 或者我们把它 输成为趋势交易 二我们把它输成为短线 所以 而你现在所看到 这个蓝红系统 我们是集中于在短线 所以我们会利用 短线策略 配合短线上的波动 寻找入场点 所以这是我们要 再做一个东西 好 所以那是一种 它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说 今天可能大家是比较新的 可能大家今天不够 那不耐心 你们会投资还是不会投资 会不会说 结果只投资股票 会投资外汇 可不可以投资人 当然是都可以 只有种人不会投资这样的人 色码 为什么要一直看颜色码 所以只要懂看颜色 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你是色码的话 其实也会来解释 因为我会有办法 写出一个叫色码板的能力 那么来看 首先 这个系统 它会比较简单 那我们会把它分成 两派 来给大家看 在这一块 上方跟下方 这个我们属于叫 入场点 而在这个 跑车表的这个东西 我们发出称为叫 趋势 或者叫空间的一个表 趋势表 或者叫空间表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这一块 谁会去利用 首先 基本上这个系统 我们会定位在30分钟 而这种次 我们发出称为 短线投资 短线投资 有两种定义 一种是短线 什么要短线呢 就是intraday 早上进 晚上出 下进可能5分钟过后出的 所以 可能15分钟过后 半秒是够出场的 所以用比较短的 另外一种 我们发出称为 超短线 或者我们发出称为 投机 就是 speculate 所以speculate 是比较短的 我可以看到它 很像长到表位了之后 我就一分钟一直卖它 一直卖它 所以就叫超短线 交易吧 所以今天基本上 我会先教大家 怎么样做短线 短线定义 通常我们会用在30分钟 为比较短 什么是30分钟呢 就是说 每根蜡烛的爆价为30分钟 就是说 今天所看到说 每根蜡烛 蓝的蜡烛是代表上马 红色蜡烛是代表下马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爆价是代表说 过去30分钟 曾经所创造的高点 跟30分钟所创造的低点 所以我是以30分钟为前提 所以蜡烛基本上有三套策略 第一个叫顺势交易 第二个我把属成为 时区交易 第三个我把属成为 后市策略 所以我这三套策略送给大家 第一套策略我们俗成为 顺势交易 什么顺势交易呢 很简单就是我配合 蓝点去做买单 跟有红点去做卖单 你来到策略吧 首先我们来先看 蓝色怎么去做 首先我们来看 这边第一个步骤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个蓝点 对不对 蓝点代表着收视 红点代表着蝶视 所以蓝跟红显示出 买视或者是卖视 假设现在我要做买单的话 第一个条件 一定要是出现蓝点 所以蓝点代表说 这一波趋势都是属于 盛势 第二点 就是跟他说 中间这边一条线 这条线你要变色 这条线 我们把它输出为 平均线 或者我们把它输出为 移动平均线 20点 那怎么看呢 简单是 这条线它会随着趋势做更改 那假设现在属于蓝色的话 那这边属于盛势 红色的话 属于蝶视 黄色的话 属于盘子 所以简单讲说 如果今天我要做买单的话 就属于买视 那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是出现蓝点的时候 然后蓝色蜡烛 在蓝色线纸上 就会称为声视 这样清楚吗 那重复一次 就是说 如果我出买单 蓝色蜡烛一定在蓝色线纸上 并且是属于蓝色点 属于声视 换言之 假设我做卖单的话 一样到底就是 红色蜡烛 应该在红色线之下 并且是属于 红色点 属于卖视 这样可以了解吗 可以了解吗 这样吧 那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来看 下面这边有两套东西 一个东西 像三球形状的东西 我把它属成为叫 MACD 背后这边有两条线交叉 往上往下 这我把它属成为叫 Socastic MACD跟Socastic 有两种不同的功用 好 然后在四三套车列当中 我们跟大家分析说 每一套车列有不同的 一种见给人做法 好 那我们先想看 MACD 基本上它是像这样子上就行的 好 那你要怎么看MACD呢 简单就是说 你只要看两样东西 一看颜色 二看主张东西 好 那颜色呢 颜色就像说 这边是属于蓝色是声视嘛 对不对 但是你看说这边有 鲜蓝色跟声蓝色 好 听好 鲜蓝色为声视的初期 所以简单来讲不要再 长到很高之后 就属于胜蓝色的时候 再做买单 你就完蛋了 或者是它长到这么高之后 逐渐它可能 可能会变成胜蓝色的 这种情况可能就不要 再做买单了 所以颜色是第一种看法 第二种是组状型的长与短 好主要意思你看 这里可能前期是比较短的组状型 那你看到说它越走越长 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波趋势 走的量就比较大 所以MST所告诉你的答案就是说 它告诉你过去这波趋势 它曾经所发生的趋势属于声视 或者是属于跌势 好 那听好 这边有个重点是 MST通常它反应比较慢 你们不可以用在尾市 就是后市的时候 就是说它长到高位 高低位的时候 你不需要再去用MST了 所以等下我再跟大家 重点讲解这个MST 好 所以来看 假设今天如果我们是做卖单 同样道理就是说 如果今天它是属于线红者的话 那就就是个比较 好做卖单的一个时候 那同样道理就是说 你要看这个MST的长与短 到底是多长跟多短 好 我举一个 等会我再继续例子给大家看 好 那我们先暂时了解到 这个属于叫MST 好 那这样我前一个小时 大概会了解到 整个工程整个东西 怎么去运作 那后面的一个小时 左右 我会尽可能就是一支 现场做 大概会更加可以了解 好 那我们来看 现在你两个东西 第二个东西就是SOKASI SOKASI基本上 它有不同的 功用跟不同的做法 好 现在我们来看 SOKASI怎么用 SOKASI基本上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下方这边有两条线 一个叫80 一个叫20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边它会有 这两条线 80 跟20 所以我们会利用 这两条线 80 20 来做 来做判断 好 我们来看 80 在这儿 20 下方这边有个叫0 80 上方这边有个叫100 OK 所以这是SOKASI的一种看法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说 我们要怎么去辨别说 这波趋势属于升 或者属于跌呢 很简单 那这边会有三种形态 一定要认得 第一种 我把手之为叫B型 或者是暴B型 OK 第二种我把手之为 就叫U型 或者属于叫N型 OK 那看到说这两种 这两种形态的差别在哪里 一个属于比较尖 一个属于比较圆 一个属于比较圆 比较圆的 OK 那看说 实际上尾方比较尖的话 那这个代表说 趋势肯定要反转 OK 比较妥圆的话 趋势也是 但是你说它未来要反转 但是 它反转的速度 并没有践行来得快 在记住吗 OK 好 那我绝对此 好 首先你翻到说 这两条线 可能它一条线是正如往上 像这样子 往下 OK 但是突然间它背后出现一条线 上来之后 形成坚行的 OK 就说当上方一条线是属于坚行的话 那这符合第一个标准 OK 这是第一个反转型号 第二点就是说 它交叉了之后 并且跌破80的话 那这个是属于 第二个标准 也就是说 只要符合这样子的标准之后 只要跌破80 未来下跌的几率 会大到上升的几率 像下跌的几率 这样了解吗 好 那我们来看说 同样道理是 假设这两条线 下来之后 OK 它是像这样的 并没有形成接近的 OK 所以 椭圆形是形成第一个 关键 OK 第二个就是 它一定要突破 这个二水线之后 才代表未来趋势 会上升 大落 下跌 OK 所以这是前面这两种的一种 形态 OK 所以我怎么辨别呢 基本上就是看 尾巴是属于圆形 还是属于肩颈 OK 好 那我怎么辨别呢 我只要看肩颈跟优形 就这样子 就这样你拿不到吗 其实不是 所以你要看它慢慢形成 就是一点 OK 但是通常它有第二种情况 就是你要看时间 或者是看当时的那种特性 是怎么样 我举个例子 通常我们投资有三种 三个黄金时段 第一个叫亚洲盘 这亚洲盘 就属于早上七点到彭盘 五点 第二个属于欧洲盘 就是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二点 第三个叫美国盘 就是晚上八点到凌晨三点 OK 所以这是一个循环 所以为什么我们投资外卫 非常便宜可爱 我们可以从星期一早六点 投资到星期六 折上六点 但是不要去对我的意思 就是说今天虽然外卫 会三十到十四个时期待 但是不代表说 你要从星期早到六点 投资到星期六折上六点 不要去对我的意思 就是说 投资期间 我们可以找个比较好的 一个时间点 可以进行投资 所以每一天 我们有两个黄金时段 就是三点到五点交叉的时段 就是亚洲准备 欧洲准备凯斯时段 所以就是第一个黄金时段 所以我们把它所称为 叫黄金交叉 所以这种时段 通常会包含比较多的新闻存在 所以可能你看它是长的 突然间新闻出来之后 它不好 突然间急跌 所以它会从升转跌的一种概念 所以它为什么会形成 V型反转的概念 就是因为可能在交叉盘的时候 它有新闻存在 第二种就是说 可能在交叉盘当中 它可能会有一些新闻的一些影响 但是你在一半上看不到的 可能说 就个例子 星期一的时候 可能大家不明白 为什么突然间所有的路上 上远会突然间爆连 马币就问 为什么突然间在创新闻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 可能大家不明白 其实你们懂 为什么吗 不明白 ok好 不要跟你讲 所以一般上可能是 拜路里面有很多新闻 所以它会造成V型跟大V型的一种反转 所以这是我们怎么样配合新闻 跟配合黄金指段来找寻 区執这种一点 ok 第三点 它就比较不一样的 第三点它会跟第二点有一点雷同 ok 它会比较相似 好 第三点我把说成叫V型 就是它上来之后 它会在上方在半数字一百里边弹整 或者下来之后 它会在二数字零这一半进行弹整 ok 那我要怎么区别这个跟这个呢 ok 这个概念就这样子 第三种形态 它的情况 很可能就像这个例子 ok 好 假设二十是零的零 好 那现在的表现下来之后 ok 好 你会在看 你会认为说 它会不会交叉往上 一般上你看到第二种之后 你再看第三种 其实你看 它还没有完成 完全形成之前 其实你会有一种 曲解在那里边说 你不懂到底它会不会交叉往上 或者是你会认为说 只要它跌过二十周 它就会丢等往上 那不排除有质量的可能性 但是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它才会上 ok 首先 我要怎么知道它会不会形成盘整呢 ok 你要符合两点 第一点 等下我会学到 什么叫原理 average 跟所谓叫 to average ok 什么叫delight average呢 delight average指的就是说 过去三十个预测的均值 这个货币组今天应该说多 ok 那来稍后我们学到 我先跟大家解 好 那你要说这边的白神字叫 一二一二 ok 不是五八五吧 ok 一二一二 一二一二指我们说过去三十年的平均值 计算说 今天这个货币组应该可能上 或者是下一千两百一十二的 ok 所以就是过去三十年的均值叫 daily average ok 所以是应该今天应该会跑的量 好 today rent就是上方这边 属于叫黄色这个号码 ok today rent是今天早上七点开盘之后 最高跟最低之间的波动 ok 就是high跟low 那这两个东西我们可以来做个比较 就是说 假设今天我们举个例子 今天预设它可以跑千四点 而目前只跑了四百点 也就是说如果它要持续去跑的话 那代表说其实应该还有一千点是会完成的量 所以这是潜在空间 ok 那再来第二点我们要看的东西是叫 MICT ok 什么叫MICT呢 大家不学过MICT嘛 对 好 取个例子 现在可以看到说这两个现在往下大概怎么回事 代表跌势嘛 对不对 ok 那我们要知道说它会不会交叉之后 往上反弹还是继续在这边跑呢 我要怎么知道 对一点就是我们看量 潜在空间到底是要多少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看 MICT到底怎么样 如果今天MICT只是跌了一根两根的话 那今天还一千点会完成量 甚至说它还有很高的机率 应该会持续往下一直往下走跌 这样可以在这边是吗 好 那如果今天你看到 今天预设宝其实现在已经跑了一千四百九十了 ok 这样已经跑完了 而MICT现在它已经是跌了很多了 已经跌了很多了 ok 如果像这样盘整的话 它还会继续盘整吗 可能不会的 它进一表底了 所以你就说它盘整不多 它就上去了 这样的概念 ok 那为了让大家更容易掌握到这个概念 ok 我开几个例子给大家看 ok 这个例子是如果你们昨天有 昨天我在我的Facebook当中 看到有非常多学生有报喜 就讲说他们看到我的Team之后有跟到 ok 好 那我们来看 首先可以把这个 如果你们 没认识我的话 那你们可以去把我这个网 把我这个Facebook的帐号给记下来 ok 所以这是我个人Facebook的一个专业 这个叫Kiss一代 ok 那进去之后 只要看到这个网络完来就知道是我了 ok 那你们进去之后 你们往下看 在昨天的下午的时候 ok 对这个 好我把它放大 应该可以吧 ok ok 好 你看 在昨天2点25分的时候 昨天我就在我的Facebook当中 Port一张图 就说 OMY对美金天土已经出现多次的阻力 而上次分头已经出现了大 代表什么是 也是 ok 好再来 稍后我做完开盘之后 是否能顺利走迭呢 那我们拭目以待 那我个人认为是先掌后点 ok 所以我要表达的关键是先掌后点 好那我们给大家看什么叫先掌后点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是我表达的 就是我表达的 就是 ok 我把它换过去 好 这个首先这是我表达的 呃 概念就是 好你看说这边是OMY对美金昨天的点图 就是说其实它都已经形成了多次的卖鸭的压力 ok 就是说在天图的趋势头 我讲过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说 这边每次碰到就下来 碰到就下来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它卖鸭很强 ok 所以卖鸭的讲话 既然 那这么多人卖它 我们就这样 就顺着卖就好了 ok 所以 投资外卫千万有永远 记得一点就是怎么样 不要跟上对着干 ok 所以永远通常不要跟上对着干 因为通常在人亏钱的时候 是怎么样 我做buy 你这样做sell 你做sell 你这样给我buy 所以在市场上 GP金融会就是不要跟他对着干 ok 好那首先你看到说 在昨天下午1点35分的时候 我就print screen了这张图 ok 你看到这张图 好首先你先看到这张图 出现什么 出现红点吗 对不对 所以刚刚讲过红点是什么 红点是 跌势 ok 好再来我们再往下看 ok 好往下看你翻到说 这个MSD 它是属于 红者 是朝下的 而socase是什么 它是在里面底部 ok 那像这样的情况 你认为 这个socase它是属于第一种 第二种还是第三种 不懂哪一种 还不知道 那只我知道 进场了之后就知道了 ok 好那通常我们要怎么判断呢 好我举个例子 好你注意看这个地方 这边是不是 诶 sorry 它太敏感了 摸它一下它就跳舞 ok 你看1760 ok 1760点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过去预测这个货币组 应该可以摸动1760点 ok 而昨天已经波动的是 这个昨天就是70点吧 我忘记了 890 就是说 今天预测可以花1760 而今天最大距离 总共波动了897点 换言之 如果还 如果这个趋势沿着 继续掉的话 还会完成到还多一点 大概还有866点 所以代表什么事 代表想该我解释的东西 就是说 如果潜在空间还有 它怎么样 它还有一个空间可以 往下 这样可以来解吗 ok 好那这边送上大家一个 一个chase 给大家了解 ok 你们如果有购买我的新书之后 那我的新书大概在 在我的新书里面 第一百 我找找一下 在这个地方 ok 在我新书里面的131页 如果你们有购买这个书的话 里面这边会有一个formular 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 所以就知道 到底它会不会真的是 往上 还是往下呢 ok 那我们注意看 这个formular它是这样的写 ok 这formular是potential profit 减3 spread 除以daily average 乘上100 ok 所以potential profit 我举个例子 potential profit 就是daily average 减3 ok 那昨天预测应该可以跑1740点 而昨天已经波动了894点 所以就是剩下potential profit ok 那我们进场都有一个属于前半 对不对 好 昨天这样单子的属于前半是21点 ok 那一般在我们的欧元对美金是30点 好 现在你看 假设这边剩下应该是大概只有866点 减上30点 那里面剩下836点 ok 而昨天预测应该可以跑1740点 那如果乘上100%的话大概应该就是50%左右 ok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如果我拿这两个东西来算 代表说 如果今天根据今天的预测来算的话 剩下的潜在未完成的空间应该还有50% 也就是说现在你做卖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要50% ok 所以因为他已经完成一般的量 他还有一般的量未完成 ok 所以像这样子的话 你成功率就比较高一些 ok 所以像这样子的话 如果未完成量还有 而MSG才刚刚跌的话 那你就有一个很美的跌式可以顺着去做卖 这样可以了解吗 ok 所以昨天最后的结果是 ok 所以昨天晚上最后结果就是长这个样子 ok 我可以给大家看 所以这是昨天这张图 好 这是 不是 下到我一下 ok 这个 好 昨天看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在昨天晚上7点54分的时候 我就把这张单子点关了 ok 这张单子你看 昨天 等一下谁拿 1760 1760 我写错了 不是1740 1760 ok 在昨天晚上7点的时候 这张单子最终跌破了之后 一直往下掉 掉了 总共掉到1539 所以刚刚我们看了就是800公元 所以换一次还跌了近700公元 ok 但是昨天一共跌了接近2000公元 ok 所以如果你们更大万就赚到了 好 所以看到最后的MSG是怎么样 你看 这个手卡形成 B型 然后往下掉 ok 好 那给你们看这张单子是 当时你看 当时我在做的时候 它是这样往下的 它是先朝下的 ok 所以我刚才是想说 我是在我的Facebook当中 先跟大家讲说 它会先涨后跌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会先知道 它是先涨后跌呢 ok 原因很简单就是 你要稍后 会教大家这个属于到10区 你们看到这边扩张的开摆时间 这边会教大家怎么去用 ok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 因为SOKASE 它比较靠近底位 而它没有跌破10区的底部 所以最后它应该会先涨后跌 ok 好你看 在昨天的时候 我先做了两手 ok 不小心太快了 其实这手快就按了两手 ok 但是它后面涨上去了之后 我知道它先涨后跌 对不对 所以我在后面 它涨到高位的时候 我又在上方这边 再做了多一手 ok 所以它最后 从这边先下去 下不去 上来之后 压着 就下来了 ok 所以总共这张单子 还不错啦 ok 这样单子总共昨天有 赚到一些些 ok 所以昨天到最后7点多的时候 我把单子买了 前后大概是0852 1029 就是我进场时间点 大概到了晚上 6个小时之后 这样单子总共赚了1,170 890 ok 所以就是这个趋势顺势做代的做法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怎么做单呢 其实整个原因就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寻找顺正去之做的 就好了 ok 所以我跟她重复的东西就是说 假设我要做买单的话 ok 简单一样就是说 蓝色蓝色蓝色 就一定要在蓝色星之上 然后并且在蓝色星之上 然后并且是蓝色星之上 这是属于买市 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属于说 MSD一定要属于蓝色 往上并且空间是有的 那就ok了 ok 再来第二点就是属于Socusing 如果Sokasi从底位交叉往上的话 那代表着未来上升级率大过下跌的级率 那今天如果做卖单的话 那也样的就是说 今天红色蜡烛在红水面之下 并且是属于红色点 那MACD属于红色 这边属于进行交叉往下 那这一波趋势就会顺着趋势往下掉 这样可以了解吗 那今天因为原本是我不应该讲的 但是因为新人比较多 所以我必定要跟大家讲 那首先这边有两个号码 像刚才我们学到这两个号码 那这两个号码有点不一样 那首先我们先学完这个表了之后 我们再去学后面两道色列 因为你比较学不然我们更不到 那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时候 看入场点吧 所以入场条件它符合了 但是问题是 它会不会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入场点呢 答案可能并不是 那它可能是个入场条件符合的 但是它可能前面的空间没有 所以也不太适合 所以我要怎么知道呢 就看这边以后还要跑车表的一只东西 首先我们刚才发生了两段 号码跟上面 boost power跟boost power 就把它所称为 叫趋势 就是说 这边你看到声势或者是点势 它就会反映在这 如果今天你知道了 它是顺着趋势的话 那你当然讲你要知道空间嘛 所以我就看这两个号码 前面我所讲的东西 你可以不记得 但是这两个号码 都要把它记起来 我重复 前面我讲的东西可以不记得 但是这个号码就把它记起来 这号码 如果你把它记起来的话 我跟你说 哪怕你没有通知经验 你只要傻傻跟着做 在最高做卖 最低做买的话 一年就这样子傻傻做 就这样单纯天真去做 一年100%不够的 它可以做到100% 我们已经有很多乘管内的 因为我们有个学生姓皮 他叫皮先生 皮先生他以前在2011年的时候 2012年的时候他投资了3千半美金 一年半之后 所以一年三个月左右 他投资了3千美金 他最后拿回6千多美金 他最后要傻傻做 因为他是banker 他比较满 所以放动之后 通常趋势去到最高位 去到最低的 他在最高做卖 就顶住买 就这样子傻做 做了一年多 100% 他自如下落 所以等一下要跟大家讲 这方法怎么用 首先跟大家谈 怎么样去算这个号码 这号码有很多精髓在背后 好 那我们先来学学这一个怎么去看 好 那我们来看 这号码 OK 好 我举个例子 我们就以这个图当中的例子来算 好 首先我们来看 现在这边刚讲过一个号码叫 Daily Average Daily Average 是图当中1212 OK 好 那这是1212 那上方这个黄色的号码叫925 这个叫土地 Range 等于925 好 像刚刚我说讲的 就是说今天1212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过去30天的Average OK 下面指的是今天的High跟今天Low OK 那如果今天我拿预测1212-925的话 大概说还有300点的一个空间存在 OK 所以就是告诉你从图当中说告诉你的一个答案 OK 好 那你们注意看这个东西什么用途呢 也就是说 今天他告诉你说 现在还有300点的空间 OK 那如果趋势顺着跌的话 那他很可能还有300点的潜在空间存在 那你可以做版吗 可以做版 只是说 你这个Formula也算的话 你会知道说 如果以300点除上1212的话 前后不到30% OK 前后不到30% 所以这种钱会高吗 比较高 如果你硬硬要做的话 可以说说代价 OK不然就不要做 就这样比较 OK 那不过来之 如果今天他是拨动了1225点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这个量已经做完了 所以你要怎么样 这个趋势应该就会回掉 OK 所以这是市场上的一个定律 所以那后面要分享到什么叫市场上的定律 所以这个号码是一个比较简单 让大家可以明白说 现在目前的趋势到底是属于高位 还是属于低位的 OK 那现在也许我把这个号码分出来 OK 我假设 这个号码 1215 OK sorry 1225 那假设今天最高距离在这个地方 OK 那你们看到说 这边它会分成两个号码 就很像这个925 这个925 所以我看到说上面在808 下面叫117 所以117叫808等于925 OK 所以同样道理也是 这个1225 它可能会这样分成 OK 主要意思 它可能分成25 对1200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今天最高最低是叫1225点的波动 OK 好 那以现在的market price 现在的报价来算的话 它是距离最低只有25点的距离 距离最高有1200的距离 那请问现在目前我们只是靠近高还是靠近低 低吗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你知道说 它已经量跑完了 那已经到了最低了 你还可以再做卖吗 但是不行 你应该挺的 反而是做卖 这样可以来解答 所以这次可以让你 帮助你去做计算的一种方法 OK 好 所以这个要把它提起来 等一下稍后 我们会学到这个方法 叫你们怎么去运用 OK 那我们来谈谈Binary OK 所以刚刚我们在过去30分钟当中 其实我很仔细跟大家解释 说什么叫拉布斯东 什么去运用 OK 好 但是一般上我们都不用在Forex 但是今天 因为我来讲Bibrate 所以这方法也是可以用的 OK 然后怎么做呢 基本上我们顺势做到方法 就是说 如果趋势顺着跑 那我们就顺着做 OK 就举个例子 今天你看他说 当红点出现了 同时蜡烛压在红点底下 手高是交叉往下 那叫说未来下跌的基地比较大 对不对 OK 那如果它还有存在很多下跌空间的话 那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怎么 你可以在Bibrate option当中 买未来30分钟 未来一个小时 或者未来15分钟 买它跌 OK 不要忘记 你这样说 假设今天他预测可以跑前二 他竟然跑了四百 是不是还有八百点东西可以完成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他符合所有条件 他是不是有机会往下 对 他还有八百点东西可以往下 那不要忘记 你在Bibrate option 只要赚一点就多了 OK 所以你可以顺着趋势做麦男 所以这是我们怎样配了男 或这种在Bibrate option 做男的那种方法 大家记住吗 OK 好 那我们来学第二套模法 第二套模法 这个你们如果是新手的话 你可以把它拍起来 我相信你们可能没拍过 OK 你可以把它拍起来 对你们未来的帮助 OK 这个是顺势交易的每个关键 所以下场看 如果有碰到我跟大家讲 哪种事情 怎么配合外贵交易的话 那我们就谈到这个东西 那因为今天我们是配合期权 所以我们会谈到这个东西比较深 OK 所以因为是课程上的一个关键 好 好那通常一般上 你们学的男或是什么 顺势交易的话 那你们怎么样把男或是 懂用到铃铃精致呢 其实你们要配上第二套模法 第二套模法 配上去之后 就可以帮助你们做到 比较顺利 OK 微微市场脸片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你要怎么把它做到 比较顺利呢 好 现在我们来学第二套模法 什么叫十区交易法 什么叫十区交易法呢 像我刚才讲过说 我们图当中基本上这些会出现 我看看有吗 呃 没 哎呦 好 你去看图当中会有青蓝红 这三个十区交易法 会呈现青蓝红 这三个十区 OK 好 像刚才我提起来就是说 青蛇叫亚洲盘 蓝蛇叫黄洲盘 红蛇叫美国盘 所以说青蓝红代表这三个不同的十区 OK 好 那怎么做呢 那每一天它会有三种十区 OK 好 那怎么用呢 很简单就是每一天我们有两个黄金时段 第一个在每一天三点到五点 第二个这样每一天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OK 好 你可以配合这两个十区做 好 怎么做呢 注意听 青蛇这个是代表亚洲的十区 对不对 好 你可以在下午三点之前 可能两点半 可能两点四十五分 可能三点 你只要不要超过三点就没问题了 OK 好 那你在三点之前在青蛇的顶 跟青蛇的顶 各划上一条线 OK 好 那这边图当中有个东西叫Holigender Line 是横线的 你们按了它一次之后 放在这个青蛇的顶 如果按错了 双记它按Delete就好了 OK 好 那你在这边顶放了一个高位 放了一个底位之后 OK 很简单就是说 你看 现在如果你tree掉这两个白蛇线的话 你会看到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现在以排面上来看的话 你会认为它是升比较大的几率 还是下跌的几率比较大 跌嘛 为什么 因为红蝶出现 红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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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手卡线是属于往下的 而MACD属于红蝶的 所以这样的条件的话 很可能它比较大的距离是往下的 所以你画上这样的条件之后 怎么做呢 很简单 你等到三点开盘之后 你看这个蜡烛是在线之下 还是在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下去就往上跑 所以它只有两种结果 一叫breakout success 二叫breakout fail succes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举个例子你看 现在它是靠这个底部嘛 所以就是说如果它可以跌破 反正线往下 它要成功跌破 这个要顺势交易 也就是说原本已经知道 说蜡烛要怎么去做买单 怎么去做卖单的 你只要配上这两条线之后 如果它在交叉时区之后 成功跌破往下才追点 如果没跌破往下 不要追点 所以会明白为什么 刚刚我那张图 我会先知道它是先涨后点嘛 就是因为我放上两条线之后 而且手开始靠近底 它蜡烛没跌破 所以它要先上才下 这样可以来说也是吗 所以你配上两条线之后 这是帮助你在席区当中 找到所谓的钢位跟所谓的底位 所以这会来 在你们上我的 这条外卫的中级课的时候 会教你们怎样去应用这个策略 所以今天我们学 弃圈我们就不用学到他们的身 就简单看就好了 所以简单讲 只要跌破就追点 跌破不了 就可以追神 那我们来看 就是成功跌破的一个道理 就是你看原本它是靠近嘛 然后成功跌破就追点了 所以就是用顺势追点的方法 所以给大家看 这是我前天的例子 你看 就是在3.13分的时候 在前天21号的时候 你看 高位跟底位在这儿 OK 蓝蛇在那边进入第一根嘛 之前你破蓝蛇叫青蛇 对不对 看一直都走跌 通常它一直走跌的时候 你会怎样 你会认为它应该是延续跌持的 但是当你真的做一条卖单之后 其实它跌不破 往上了 好 那怎么知道呢 简单 就是高跟低 各化成两百指线 然后只要看说 到这边之后 也没办法跌破 如果没办法跌破 那Socca是从底位交叉往上 那未来天就有机会终生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条件 利用这个条件符合了之后 我知道它是哪 Break out 刹现还是Fail Fail 所以我怎么做 我就在期权当中 买了半个小时的展示 只是买了未来半个小时 你要从这里一直涨 一直涨 所以未来就是结果 就是过半个小时 它真的是准备涨上来的 所以这张单子 我已经赚钱了 所以就是怎么做呢 看我一买这张单子之后 它会先过两百 当我赚钱之后 它给予我两百加上八十百 就是我赚了三百六 所以只过哪个三百六 其实不是赚百六 所以就是一个 我们怎么样配合顺势交易 然后利用时需的一种看法 所以其实时区跟第一种 是很相似的 只是我在交叉时区高跟低 放在那边先罢了 这样给大家解释的事吗 所以然后我会更把十倍去做 好 那我们来看 需要吧 这是刚才给大家看的例子 好 你看 这是半开的例子 你看 这个跟这个为什么不一样 这个是出现红点 这个它还是蓝点 好 那如果它没有跌破这边 又跌破这个蓝点 它就会出现红点 对不对 好 所以到这边它跌破 我就会准备做外 好 但是你看这个例子 现在你看牌面上红了 红了 OK MSC是红了 手关是底位脚差的 所以只要看 它还不断跌破这条线 OK 好 那很多人会问说 诶 黑小老师 到底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马上做 还是我要等什么时候做 对吗 OK 很多人会问到这种问题 好 下面来看 我们应该符合什么要条件 去做呢 OK 好 首先我们要去注意东西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画上这两条 白死线之后 OK 你一定要准备在这个地方做的 好 那现在你看 假设时区的高度 你在那边 OK 所以这代表resistant 代表天花板 这代表地板 OK 好 当纳烛越来越靠近 这个地方的时候 如果你先偷跑 它到这边往上上去的话 你就完蛋了 OK 好 所以应该怎么做呢 好 时区交易方的关键 就是当你画上这两条线之后 OK 刚刚我们讲 这边路两个时区嘛 然后 青色跟蓝色嘛 对不对 OK 青色跟蓝色重叠 OK 好 当它重叠到时间的时候 你只要看蜡烛是否跌破 还是跌不过 OK 你要以这条白死线为标准 OK 所以就要看 那这个蜡烛之后 未来下一个蜡烛会在限制下 如果未来在限制下的话 它未来就会有种下停的几率 会大过上升的几率 这样可以了解吗 所以关键就是一定要 这个蜡烛结束之后 它这个蜡烛在限制下 这样可以了解吗 OK 所以就是时区交易的一种 关键 OK 所以通常在时区交易的时候 我们会看这种关键 好 再来 就是它之后演过的一种情况 这是给大家看过的 OK 好 最后一种呢 我们要选择的是后视策略 好 后视策略基本上 它的关键就是以下这几个人 先可以把它 呃 拍起来吧 先把这份拍起来 OK 所以这些会强打后视策略 有没有知道 怎么样利用后视策略来进场作难 好 基本上后视策略就代表说 市场上通常它有一个规律 就是说 市场上它会上一波 下一波 或者是反来一波 OK 所以等下后面会要提到 什么叫 123波 OK 好 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东西是 我们先来了解 我们来挑一个方向 往下来看一看 什么趋势叫123波 OK 所以这是叫 市场上定义叫123波 OK 好 市场上它有一个很可爱的现象 就是说 市场上它因为顺着 走着跑 然后回调 再反弹 再回程 OK 好 我举个例子 什么叫123波 OK 好 第一波指的就是说 今天主要跑的第一波趋势 OK 好 第一波跑的趋势 OK 我举个例子 假设今天市场上第一波 它是生势的话 OK 所以这个第一波我们把它组成这样 所以 今天早上一开盘之后 它主要的趋势都是往上涨 所以这个往上涨那一波 我们叫第一波 OK 好 通常第一波我举个例子 刚刚不是看到有两个字吗 一个叫 Teddy Average 叫Teddy Average OK Teddy Average 告诉你说 今天应该可以预测 可以跑1400点 OK Teddy Average 可能讲说现在跑400点 OK 所以这样说 如果顺着跑的话 这一波应该要1000点 所以 假设这边还有1000点的空间 刚开始 它断了花了时期之后 如果蜡烛可以突破 那这边就会往上追溺1000点 所以这通常我在第一波做通吧 所以通常市场上的第一波的时候 我们就会利用顺势交易跟时局交易来做打 因为它的空间比较大 OK 那通常我们在第一波完了之后 这个就叫后视测链 OK 通常在第一波完了之后 它就会到某个高位开始回撤 OK 所以回撤的时候 这个叫第二波 好 我怎么辨别第一波第二波呢 很简单的是 第一波只是当天主要趋势罢了 OK 但是你要怎么样把第一波 运到最流离精致呢 好 通常我们会配合叫Follow Trend OK 什么叫Follow Trend呢 我举一个例子 OK 欧阳美金 我给大家看现在真实的例子 什么的Follow Trend呢 那你们在座各位 谁没上过我高级的 你们吗 你们谁还没上过我高级的 还蛮多 OK 那就免费送给大家一些Tips 那我们来看 我举一个例子 OK 你看 现在我们来找找 OK 好 这张图 这张图 大概 这张图是欧约 英镑对美金 OK 这张图叫英镑对美金 好 那现在看这张图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这张图有什么特点 就是你看到说 这边我拍摊了白色白色白色的地方 就是说 这张图告诉你答案就是说 现在目前属于一个上升趋势通告 OK 只要趋势通告高位 它就会下来 碰到底位之后 它会再创新高 OK 然后碰到高位之后 它会下跌 而低点会不断创新高 高点会不断被抬高 OK 所以看 这边经历了 12345次的分低点 所以换言之就是说 如果只要英镑对美金 在今天之后 没有跌破今天的低点 往下 那英镑对美金不算跌破 它未来应该会有机会顺着往上跑 所以这是我们在天图当中 所知道的趋势 所以 通常我们在做第一波的时候 就是我会配合天图 所告诉我的形态 或者趋势顺着趋势做买单 天图当中多是省 我就做省 天图当中多点 我顺着做点 这样可以了解吗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 一个例子 是 在 这吧 美金、日元 不是 英镑、澳币 OK 澳币、美金、澳币、日元、美金 OK 好 你看 这个是英镑 英镑、美金的中线图 你看到这边是属于一个叫 深三角 OK 我把这个比例 OK 看 这个属于一个三角形 也就是说 现在大部分的支持位在这儿 OK 也就是说 未来只要英镑 这个一跌破 那它未来可以回到1.52 也就是说 它可以从现在加上 再跌 过2000点 所以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 它的价位 可以在今天之后跌破 那未来就会继续再走跌式 OK 所以就是下个礼拜会发生情况 所以下个礼拜会不会跌破 这个关键价位呢 你就要去 sign that 如果它跌破 那我的第一波的答案是怎么样 就是顺势追跌 所以我的答案是追红 不追蓝 因为大体是跌 OK 所以这是我们在做第一波的一种 关键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波 通常你要把它第一波做到最美的话 通常第一波我们要follow track 所以第一波的关键就是follow track 好 我举个例子 今天天图告诉你答案是 银帮对美金还没跌破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认为它跌破了 你顺着做卖单的话 那这种机率高吗 不高 如果做卖的话 如果它跌不破 你现在是卖在最底 它反正那句话 你就会亏很多了 OK 所以永远记得低买高卖的原理不变 OK 好 所以要怎么做呢 就是follow track OK 好 那听好 如果今天第一波的趋势 是符合天图的趋势 OK 我举个例子 银帮对美金现在跌不过 它反弹的话 那未来你就追神嘛 所以如果 蓝路线的告诉你 拿的是什么次 那我在蓝路线的当中 就顺着外卫做单 如果今天它不顺着趋势 今天天图告诉我是涨的 而银帮对美金跌了 那我怎么做 我应该在期权做单 为什么 因为外卫是以点差 乘上手术 来上你的状况亏 但是在期权的话 它只要抓一点就够了 所以因为大抵是升 而现在是跌 代表说它不符合局势 所以不符合局势 它如果做错单 你会亏大 所以你用minary的话 你会亏多吗 不会 你最多做错单 就亏这比钱罢了 所以就是 你们准备在策略上 做单的一种方法 OK 好 通常假设 我举个例子 第一波它可能跑了前四点 OK 好 通常第一波 它预测好前四 它现在已经跑完前四了 OK 好 第二波的 第二波的条件 我们要怎么知道呢 通常第二波 我们会拿第一波的趋势 就是千四点 乘上30% 大概应该会还它420点 420的pits OK 所以 就是说 现在它到了高位之后 OK 好 你看 第一波走完之后 它会到某个价位 开始回撤 OK 所以通常回撤的话 大概是第一波的30% 所以当它回撤完了之后 它又会再反弹回高点 所以通常 当市场上定义是这样子 当它第一波下 第二波下完之后 它就会回到 第一波的高点 像是这样子 它就回到第一波的高点 OK 所以它就回到第一波的高点 OK 所以通常第三波是等于你 第一波 OK 所以一二三波是这样子来算的 这个很重要 OK 好 所以第一波它波动比较大 所以通常会用在Forex 而第二波是它第一波的条件 走完了之后 它就从高位开始回调 OK 好 所以回调 这边有两个关键 一就是第一波 Together range 它走势 那30% 第二个条件就是 M5 就是5分钟 乘上5分 就是说 它现在这波趋势 它应该会从高位 开始往下 OK 往下它会有两种条件 一就是它会回车420点 或者是 它会以5根蜡烛来算 就是它会连续在高位 跌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酷提冷 OK 所以这是它市场的配率 OK 它跌到某个价位之后 它就会反弹回去 之前高点 OK 好 那第三波它会从突然开始 继续往下掉 OK 好 但是第三波跟第二波 有点点不一样 OK 什么不一样呢 通常第三波的波动会比较慢 第二波的波动会比较快 OK 所以如果你在外汇期权 就是把你option做单的话 通常趋势在第二波的时候 OK 你的手持 sorry 你的时间点 就不会放太长 OK 好 你看 假计 假计我加五根烂炉的话 五根烂炉成上五 四多分钟 二十五分钟 所以就说 如果今天你在那边 你的策略放到一个小时 你可能就亏大钱了 OK 所以你放半段是可能还比较不错 所以你的策略是集中在 三十分钟 十五分钟 五分钟 跟一分钟 而如果你在第三波的话 通常第三波是每天晚上十点之后 为什么是十点之后呢 因为晚上十点之后 全家是没什么新闻的 OK 好 然后十点到十二点 这段时间通常是第三波 比较常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十点之后没新闻 十二点之后 十二点到凌晨一点的话 通常是亚洲人睡着了 OK 亚洲人睡着了 或者是美国 美国的股市已经休息了 所以这种时候 交易者比较少 OK 所以通常第三波 它会在十点到十二点发生 所以说 你只要符合所有的条件之后 你就会在第三波 或者第二波做卖单 就在最高做卖 最低做卖 就这样简单 OK 只是注意第二波跟第三波卖了 然后你外出第二波 跟第三波 因为第二波车率比较快 第三波车率比较慢 所以第三波 通常我们会用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期限 我不会用三十分钟 或者十五分钟 这次要半天掉 OK 所以通常我们会用一个小时 或者是可能最多半个小时 OK 所以要码就很快 要码就很慢 你不要半中间十五分钟 那之后就完蛋了 OK 所以第三波要去注意这个地方 好 这样我们来看 我要怎么知道 它是属于第二波跟第三波呢 所以这个我们叫后视策略 因为第一波我已经讲的嘛 所以我们现在讲 最后一个叫后视策略 我们就会开始 今天我们真实的交易了 OK 好 要符合后视策略 一定要符合四个条件 好 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Dairy average 小过today range 或者等于today range 什么today range 刚刚讲过一车可以跑前四嘛 今天可能一跑到前四 可能跑到前四 一切是大路前 所以today range 大多dairy average 就是这样符合的 就是这样超过的 或者是等于的 所以当音量满足了之后 你就会看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就是 我们要找到今天的R3 或者是S35 什么叫R3跟S3呢 我们注意看 通常在你们系统当中 背后会有这三条件 青蛇的Resident2 Resident1 Resident3 Resident2 Resident1 然后红蛇的Support1 Support2 Support3 会有三条青 三条红 OK 好 R3这个叫Resident3 或者S3 基本上R3跟S3 代表着 今天预测的High 今天预测的Low 今天预测的支持跟主力 所以 但是这个算法 是以昨天的报价来算的 所以说 如果你要以客观度来算的话 其实这个会比较主观 它不够客观 为什么 因为它只在那里 一天的量来算 OK 好 接下来还有第三个条件 叫Dairy Average Resident 或者叫Support 所以它也是 它也是High跟Low 但是这个它是用Dairy Average 来算的 就是今天的Dairy Average sorry Dairy Average来算 Dairy Average怎么来呢 刚刚讲过 这个Dairy Average 是过去30天的报价 对不对 所以它今天 会以今天的高跟低来算 我举个例子 好 假设今天Dairy Average 今天Dairy Average 一直可以跑前四 Dairy Average 今天只跑了400 OK 好 那举个例子 假设今天 最高跟最低 跑了 这个叫400点 所以这个叫High 这个叫Low OK 好 但是今天预算 可以跑前四 对不对 OK 所以它会以今天的Low OK 加上 1400 所以它就在上方 可能1000点 它就对它叫Dairy Average Recessant 就是如果简单讲说 它是以Dairy Average 来算的主力 而这个R3 是以昨天的报价 来算的主力 这样来解码 所以以这两个来看的话 你们认为哪一个 会比较准确 这个会比较 就会比较客观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以30天的报价 来算 OK 而这个是以 咱咱昨天来说 那这样说哪一个比较好呢 几乎没有最好 也没有最好 但是如果 你看这个情况是 R3在这 Dairy Average Recessant 这种情况 就是最好做卖的时候 只要量 只要量跑完了 碰到R3 碰到Dairy Average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它一见高点 它应该要回来 OK 所以这个是前面这三个条件 所以可以了解吗 可以了解 要回答的意思吗 OK 好 那假设前面这三个条件 符合了之后 最后点 OK 最后点 我们把书称为叫 Sochastic OK Sochastic 刚刚讲过说 如果今天 它到了高位的话 今天你的Sochastic 应该是从高位往下的 OK 如果量跑完了 你到了Dairy Average 到了R3的话 你的Sochastic 应该是从高位往下的 OK 好 那问题来了 这时候我们需要看MACD吗 但是不需要 为什么要看 这时候你看 它长得那么高 MACD 长得那么高 所以看MACD的时候 已经是不准确的 所以你只有Den Mountain Sochastic交叉了 往下 那它就会走跌了 OK 所以后市策略 我们不看MACD 我们只要看Sochastic 就好了 OK 所以这是后市策略的 几个关键 OK 好 那到目前为止 你什么地方 不太了解吗 都可以了解吗 OK 好 那不可以了解 我们正式的还是做了 我们一边做 一边讲 一边做 一边讲 OK 所以该前面是因为 要大家明白 每一个细节 因为细节 所以我们来看看 怎么去真实操盘 怎么去利用呢 OK 好 所以首先 先给大家看看 这个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 刚才跟大家解释的 东西叫 BIGRING OPTION BIGRING OPTION的网站 OK 好 我们进去了之后 基本上 如果没有任何单子的话 它就会长这个样子 OK 它就是这样 这个样子的 OK 好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 有什么趋势 可以现场进场 然后我们现场来做单 然后我们来学学 三个策略 我现在来看 哪个趋势是符合的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张单 OK 好 这张单子 你注意看说 原本我在这边 画上了一个 一个趋势 就是今天我向我POSE的 OK 好 如果你们上过高级 的话 你们会知道 这个趋势 我们把它属成为 叫三角形 OK 所以这样 我们把它属成为 叫叠三角 OK 也就是说 如果它碰到高位 这个地方 它没有办法突破 它叠下来的话 那这边就会 一比一的叠下来 大家注意从 这个地方 注意从这个地方 它会跌到 这个地方 大概会跌到 这个的底位 大概到这个地方 OK 它注意从 这边跌到这儿 OK 但是它在成功突破了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说 我的判断错误了 OK 好 那我们来看 现在这张单子 OK 它已经突破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 你们觉得 还可不可以做白单呢 这是USINJPY 美金瑞元 来看看这张单子 OK 像这张单子 它已经成功突破了 OK 像你看说 今天预测可以跑 1647点 而今天最高 它是USINJPY 总共活动了 851点 OK 所以换言之 如果它成功突破 并且往上的话 保守估计 还有大概800点左右的空间 可以往上 OK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一种情况 OK 那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货币组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然后 欧元对美金 OK 欧元对美金 现在它已经成功 跌破了 该我下午花的时区 OK 那这边有两张单子 非常好玩 等一下给大家看看 OK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 OK